绿水青山里藏着多少年轻人的身材智慧 哎呀 这个味道好香啊 广袤稻田也是创新的舞台 这个是澳洲的淡水农家 绿色也是为了更加的卸人的自然 乡村热土孕育丰富的物产 哎 哎 还真有一个 拽不住 返乡创业布局一格 本期生产有道 带您感受乡村振兴中的青春力量 助力乡村振兴 凝聚青春力量 大家好 我是张璐欣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财经节目中心 生财有道栏目制作的特别节目 乡村振兴 青春力量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新时代 乡村成为年轻人创新创业的新选择 让我们一起认识乡村振兴中的年轻人 一同走进他们的故事 那么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站 就请您跟随记者一同走进吉林省通话市的吉安市 近些年 吉安市泰王镇前湾村 以托苹果种植产业 借助采摘 民宿等业态 逐渐成为当地乡村旅游的打卡地之一 这样的发展环境吸引了很多年轻人返乡创业 在村里搞特色餐饮的王波就是其中一位 王波 咱们现在是要处理这个羊腿是吗 对对对 咱们要把这个 这羊腿看着还挺过瘾的 这羊腿四斤多 是吧 四斤多一个羊腿 然后要怎么处理它 咱们这有这个干料 把这个干料先抹上 把干料抹到上面 对 先抹上 这里边有盐 然后它不就入味了吗 就这个坑烤这个形式 这是你自己琢磨的 还是这边本地也有 看一些视频 学的 自己播手 那你是一直在这边生活吗 还是之前不在 之前在长逊那边做销售 销售一边 在外地打工 对 前年冬天 前冬天回来一看就在这边就变样了 就是 环境也好了 对 环境也好了 然后家家你看整的都挺鸿骨的 我感觉回来自己干点啥也行 就肯定要比外面强 都是我打工打工一场空 对 然后就放这个料了 对 放这个料 这是拿刷子刷 直接这么刷上去吗 对 直接刷了 刷 没事 多来点没事 多来点 这看着这个颜色就特别诱人 虽然它是个生的 王波开发的是一种叫坑烤的餐饮形式 腌制肉类的酱料 是他自己经过反复尝试研究出来的 除了整条羊腿之外 切成条状的鞭类和五花肉 也要抹上酱料用锡纸包起来 王波准备的食材非常丰富 土鸡蛋 各类蔬菜 甚至苹果都能成为烤品 苹果也能烤啊 这还真不知道 那这个怎么处理啊 你教教我 这个吧 你看这苹果 这样呢 那里边是给它挖开了 挖开了 对 那我试试 你先切到这边切 先切一刀 少切一刀 这够吗 对 够 把这盖先给它切下来 对 这个咋留着 然后用勺 拿勺子挖是吧 对 我看这个挖多少 差不多 就是给它把这肉挖出来的部分 对 旁边是不是还得留一点 对 留着稍微厚一点 对 稍微厚一点 要不一烤它不就软了吗 然后要填什么东西在里边 填大米 这是大米是吗 对 这是泡好的大米 泡好的大米 咱填大米 把这填进去就行了 对 然后放在咱里边一起烤 用锡纸包上 那就是 相当于 苹果 苹果包大米 对 苹果包饭 苹果包饭 对对对 因为它烤的过程中 苹果的这个香味就 都进大米里了 那还挺有意思的 一会儿尝尝吧 对 各类烤品已经准备就绪 王波的家人 也开始帮忙生火 烧火的木柴是修剪下来的果树枝 是 放进高度一米的砖炉里点燃 因为炉塘形式深坑 所以这种烧烤形式才被人们称为坑烤 先放土豆 把这个先放进去 对 咱俩就往里边扔就行 直接扔进去行是吗 直接扔就行 那就扔了 挺热 有点虚脸 我脸都烤红了 是吧 嗯 放那个肉啊 肉 这是什么 这是边类 这个是五花肉 五花肉 这都放里边啊 对 都放里边 行行行 这扔进去啊 扔进去散了 散不了 咱往这个 往这边扔就行 往旁边放 往旁边放 这个也是放进去 对 给你手套啊 这挺烫 挺烫 走 行行行 挺热啊 这里边得有几百度差不多 对老热了 然后呢 咱们这些猪肉都进去了 挂羊腿 羊腿挂进去是吧 对羊腿挂进去 看这个勾 勾上 勾上 看看 太漏了呀 没扎着眼没事 刻意扎着眼啊 对对对 好那这是挂进去 这挂进去 太烫了 挂到旁边 嗯 往这边就行 那刚才为什么这些东西 苹果呀 这些鸡蛋都都没往里扔啊 这是怎么放啊 这个咱们上面有连 哦 还得放个盐啊 对 这边还有个这个 这还是分层料理啊 小铁圈 啊 分开几层 还挺讲究 啊 我这边还有个小铁莲 啊 来了 然后再把这个 哦 它就不能离这个炭火太近什么 对 鸡蛋把这个炭火近 它不就爆了吗 鸡蛋 苹果和这个青椒 青椒 往这上面放 蘆糖的空间很大 热气会在里面形成对流 因此不耐烤的果蔬和鸡蛋 要放在上层 才能保证所有烤品同时出炉 食材都已入坑 还剩下最后一个重要的步骤 哇 这大锅盖里边都已经烤黑了啊 对 一看就是专用弄这个的 对 这就行了 特意买这么大的 这就可以了什么 等着就行了 不行 还不行 对 还需要什么东西啊 你后边还有一块石头 哦嗨 我这以为这是干别的用的呢 这石头 放上 得给它压住是吧 对对对压住 压住它锅盖不就不串了吗 对不对 紧一点 然后这就基本上可以了 是吧 不行 还不行 嗯 然后还需要什么东西 后边还有盆黄泥 嗨 这俩东西我都以为是干别的用的 这黄泥再给它封上 哦 拿黄泥还要给它封一圈 对封一圈 哦 得给它密封一下 对就这样就行 就一点一点一点的给它涂上 哦 把这个用这个黄泥 给它护上 对对对 护上 这也相当于一个 你看又是一个泥炉子 对吧 泥坑 然后再加上这个黄泥 对对 这感觉像是一个 放大版的一个叫花机啊 哈哈哈哈 对吧 只不过种类更丰富啊 里面的东西 对里面东西堵啊 哦 黄泥封边 石头压牢 让炉塘内部形成一个相对密封的空间 这样炭火的热力才能被充分利用 一炉坑烤的烹炙时间长达四个小时 因此游客要来王波家吃饭都需要提前一天预定 把石头拿下来 哦 这石头都已经烤着 温乎乎的哈 嗯 温热了 最开始是很热 啊 那现在打开吗 直接可以打开 对你起吧 哎 哎呀 哇 随着打开这个盖子 这个味道好香啊 综合的一种香味冒出来了哈 对因为它底下不有那个地瓜土豆 是 特别香 而且土豆你看应该火火刚刚好 刚刚好 那现在就可以吃了吗 可以 可以吃了 我特别关心这个苹果 这苹果 烤苹果还真是真是第一次讲 我给你拿出来一个 来咱看看 就可以撕开了是吧 对 这个撕开 呦 颜色就不一样了啊 还可以啊 还挺烫 你尝尝这烤苹果 哇 可以 哎 不错 哎真不错啊 这个米也熟了 当个主食就吃了 甜的 哇 好吃哎 嗯 这个苹果的这个香甜味道 完全渗入米饭了 但是米饭的还没有特别的甜啊 对 没有特别甜 但是它很香 特别有果香味 对对对 这还挺神奇的 苹果煲饭 饭有果香 口感甜润 凸显出吉安苹果的香甜风味 拿出上层的果蔬烤品之后 一股烤肉的浓香喷勃而出 哎呀 羊腿出来了 哎呀 最香的就是它了啊 应该 五花肉也香 是吧 哎呀 这一看到肉啊 就让人特别的受不了 这现在就能打开的是吗 对可以开 那我给它稍微切开点啊 那看一下里边是什么样的状态 哎呀太漂亮了 哇 好香啊 香香 对你自己调这个料味道还不错啊 对 好那怎么吃啊 那要不削一小块 你尝尝 哎这就可以了 里边这个颜色真漂亮啊 这肉感觉还很嫩呢 对 外焦里面那种感觉 是吧 来试试啊 哇太好吃了 香啊 味道真不错 嗯 特别香 对我觉得它比那个 就炭火烧烤啊 感觉更嫩啊 对很入味 嫩不错吧 它那个炭火那种啊 它有个那个焦的那个味道 啊 就是特别像 让那个火熏的那种感觉也熏 这个没有 是吧也真不错 这羊腿这一条 比如说客人来吃的话 你卖多少钱 我78一斤 78一斤 那很便宜啊 这4斤的羊腿 也就大概300多块钱 对 吃到这样的羊肉 它就是一种享受啊 坑烤是东北地区的一种传统烹饪形式 因为介于烧烤和焖烧之间 因此不论肉类还是果蔬 都有一种特别的口感和香气 深受食客的青睐 从开业起 王波家每逢节假日都有客人订餐 这类特色餐饮也成为当地乡村旅游中的新名片 以乡村特色资源为基石 以创新苦干为路径 再加上年轻人出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 中国的绿水青山里到处都孕育着商机 而在广东省中山市的南朗街道 作用一群年轻人把水稻田当成了实现梦想的舞台 开创出个性十足的乡村振兴业态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们都做了什么呢 从2017年以来 中山市南朗街道大力推进乡村振兴 吸引了大批年轻创业者返乡发展 让古朴的乡村旧貌幻新颜 一座别致的建筑是几乎所有游客都要来打卡的地方 您看啊 我的左右手两边都是稻田 虽然面积没有很大 但是依然能够感受到这种田园的风光啊 而且天上无数的风筝在飞啊 一看就是有很多家长带着小朋友来玩 这个景色也是非常优美 咱们往上走一走 前面的建筑呢是一个网红的打卡地 因为今天呢正好也是在假期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整个书屋这边啊 游客非常多 这边的书屋呢 这个建筑啊 感觉都像是那种这个集装箱式的建筑 而且很多是这种全玻璃的结构啊 左部书屋对游客免费开放 2021年五一期间 书屋的总客流量超过四千人 仅依靠减餐和饮料的消费 就实现了三万元的营业额 书屋的火爆让人们看到 不宣不闹的田园慢生活也是一条生财之道 当时用这个集装箱做啊 也是为了方便那个设计 它也快也环保 用了大量的玻璃也是为了环境嘛 能更加的融合更加和谐 绿色也是为了更加的契合那个自然 徐家杰是一位90后的海归 结束在智利的留学生活后 选择回到家乡创业 在他看来推广乡村文化 并不需要绞尽脑汁搞创意 农村生活就是最好的素材 怎么这书屋后边还有这么一片菜园子啊 种类还挺多 你看那后边这是玉米对吧 对对 这边有莴笋应该是 这个是花生是吧 对花生 这边还有几个特别好看的小番茄 就挂在这个边很像小灯笼似的 而且长得还挺饱满的啊 就是怎么考虑在后边要搞一个菜园子啊 我们这些是我最家种的小菜 就是老产品 就是有小孩子下来玩 或者一些朋友过来自己摘一点回家做 他们也放心 因为其实乡村啊 包括这种这种农业啊 这农田其实是小朋友们 一个特别好的学习场所 对吧 很多小孩子来了后他看那个 他那个好可爱的 或者好玩的一些蔬菜他不懂 他可能会问他的家长 家长就会可能会带他到书里面 翻阅相关的书籍啊 学习到这些农产品怎么长的 他的生长过程 这些都是科学嘛 对 乡村与旅游本就是一对好搭档 针对家庭游打造慢生活 加上触手可及的田园风光 让原本只用来种植粮食的水稻田 有了新的业态 在左部村 有很多每天忙碌在稻田里的新农人 毕业于华南农业大学的冯建伟 就是其中一位 打扰一下哈 这个两位在这干嘛呢 看一下那个图案鬼不鬼整晚不完善这样子 就是这里边有一块是彩道是吗 这是彩色的隧道了 用不同颜色的隧道来组成一幅图画这样子了 这样平的看不清楚了 要是要安排 或者修一个平台上去才可以看得清楚的 就是远处那块有一点点颜色不一样 它实际上是一个图案是吧 对 看看飞机飞起来是什么效果 还挺好看的 就是侧面看着看不出来是什么 飞起来能看到它是一个几朵花 放到这里 有一些游客过来 他以为我是用喷漆喷上去的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来的 原来我说这是彩色的隧道 不同颜色的隧道 我们这样子查上去就变成一个美丽的土花了 冯建伟大学毕业后 回乡接手了家里的一百多亩农田 种植水稻 从2017年开始 他积极开拓思路 试着对稻田进行新模式开发 还自学了在稻田里养殖小龙虾的技术 虾稻共生这就是 是吧 对对对 我拿一个看看 他这个家人疼不疼 现在个体不大 还不算疼 如果是成年的话 就特别疼了 如果夹出血的 是吧 这个还算是小的 这个是小的 这个小龙虾 怎么跟我以前看的长得不太一样 颜色就不太一样 这个是澳洲淡水龙虾 还不是以前 咱们传统医生那个小龙虾 不是普通小龙虾 那个澳洲淡水龙虾是青青绿色的 个体比较大的 是你看这颜色啊就特别透亮 对吧 很干净 然后这个整个是发青色的 对对对 难怪原来这品种不太一样 那这个澳洲淡水龙虾它能长得多大呀 一般的话我们就是 只是养到出汤就是一二两 一二两就是大概20公分长座 那也比普通小龙虾大多了 大多了 是吧 它的幼稚也比较好 幼稚比较多 饱满 还有清甜 对 价钱也会稍微贵一点 价钱贵一点 比普通的小龙虾 可以翻一倍的价格 哦 冯建伟告诉记者 虾稻共生不仅不会破坏稻田 还能形成良好的生态循环 增加水稻产量 在20多亩的稻田里 可以养出超过1500公斤的小龙虾 一块稻田实现了两份收入 我也想在村里面做点什么 这样子 村里面做了什么 就是思考着 村里面的没什么多 就是水稻田特别多 这样子就是我对我自己来说 就是很有用 就是我就想在水稻里 创造一些新的东西 就是比如 虾稻共羊 还有彩色的水稻这样子了 就看到有哪些跟稻田相关的 新的东西都想尝试一下 对对对 年轻人投身于乡村振兴事业 给希望的田野增添了活力 那么接下来 让我们把视线集中在 湖南省岳阳市的广兴州镇 同样是搞养殖 下面这位创业者啊 却更能体现出循环农业的理念 为了见到他养殖的这样东西 我们的记者是着实费了一般功夫啊 在湖南省岳阳市军山区广兴州镇的保庆村 有一位返乡创业的青年 利用农咸时期的水稻田 搞起了特色养殖 我听说您这儿是养的是甲鱼 是的 是的 养的甲鱼 这边叫水鱼 对 也叫唐鱼 这里边还有这一片草啊 这是我们特意从外面挑的这种 这叫野椒白 野椒白 对 它的根系比较发达 给甲鱼设计的 对对 那这个是干嘛使的呀 这就是投食用的 哦 这是投食用的 对对 定点投食 哦 那就是把食放到上面 然后甲鱼自己爬上去吃 对 是的 李治国养殖甲鱼 从来不畏成品饲料 基地里也养殖小龙虾 卖不出去的小虾 是甲鱼爱吃的食物 而在唐里自然生长的福寿罗 如果不做处理 会破坏自然生态 它们恰好也是甲鱼喜欢的食物 现在就是咱要钓这个甲鱼的工具 准备好了 对对对 咱们用什么耳去钓它呀 我们现在我们就地取材 我们那边有虾嘛 哦 这个啊 对对 直接用这个虾来钓就可以了 直接拿这个小龙虾来当耳 钓这个甲鱼 是吧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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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嗯 然后咱们就给它挂的什么 一般来说好钓不好钓啊 这个东西 也好钓 它比较兴猛 然后也比较爱吃这种肉食 今天能不能吃甲鱼就看您了 好的好的 咱看看今天运气怎么样 是不是有的时候一些客人过来 他也会体验一下这个 钓甲鱼这个活动 对 是的 挺好玩的一个事 嗯 它拉上来之后 关键你也不敢碰它呀 哈 这东西很厉害 是吧 对对 哦 不能急 不能着急啊 你只要看着它在岸边的话 你人一走过去 你还没发现它 它就已经下去了 哦 爬得也快 啊 哎哎 还真有一个 哎呀 哇 这还行啊 哈哈 哈哈 可以可以我帮你拉这个 好 这个比较小 这个小一点 对 这有个一斤多 是吧 还挺能咬钩的啊 这就上来了 啊 钓上来的甲鱼不足一斤半 只能放回堂里 而准备消瘦的甲鱼 都是体重超过三斤的大家伙 这只得有多重啊 这个有五斤到六斤吧 五六斤 算是最大的了吧 那汤里面 也不算是最大的 还有更大的 还有更大的啊 哦 一般要把它翻过来 抓肚子 我试一下 我试一下 要用力把它掐紧 对用力把它掐紧 它就 它还咬到旁边那个了 好想拿不动啊 这俩夹一块更沉了 哎呀 还是您来吧 我这拿不动 太太重了啊 这个甲鱼 哦 这只是不是品相就是比较好了 对 这个品相比较好 这个底板呢 带这种雪丝 这个裙边也是带雪丝的 对对对 就是带雪丝说明它长得比较健康 对对是的 是吧 它这个咬合力很厉害的 你看哎呀 要要要要要 使劲拽 俩人都拽不动 棍子腰盖 树枝断了啊 挺厉害 你看越健康 就是越活越 是吧 越兴猛 那像这么大的 一般咱们这边一斤卖多少钱啊 这个得120 120一斤 就出货价就一斤120 对 李治国在广州打过攻 2017年返乡创业 流转170亩土地进行特种养殖 仅甲鱼养殖这一下 每年就能带来超过200万元的营业 投身乡村振兴 让他找到了自己的生财之道 乡村振兴的时代大潮 催生着乡村产业的蓬勃发展 此时 一个个年轻的新农人 已经在家乡的热土上 用智慧和汗水写下了最美的青春乐章 他们不拘一格 敢想敢干 走出了自己的路 也走上了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 好的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生财有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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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